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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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所说的一句话 他们说是可以总括了扫罗的一生 我们试试看这段经文 《撒母耳基上》第26章第21节 《扫罗孙》说我有罪了 我而大卫你可以回来 因你今日看我的生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我们知道这句又是完全一句不负责任的说话 以皇帝来说今天说是浪费 回去转头他又追上大卫 但是接着他说的这一段说话 在英文来说只有五粒字 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 很多诗经经就用前面的五粒字 就是我是糊涂人去帮扫罗术身平 当然大把人去记载和讲大卫 就不是用五粒字 五篇讯息都不止 而《撕保真》就甚至只是解大卫的诗篇 那两年也不一定是用了十九年 exact 但是蘇罗也不吔清醒 就是用五粒字去形容他 说我是糊涂人 原文这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担任了一个愈昧人的角色 所以这个可以誓是一个大的悲剧 就是原来这个人本来可以有一切 可以说是当时代任何人的梦想成真的机会 他拥有一个皇帝的身份 拥有皇帝的财富 拥有皇帝的家室 拥有皇帝身边应该有的 所有这些神所给的恩高和支持 但是他们全部将他租太为止 包括神所给他下一任继承人 就是大卫他刀将的租太 你想想大卫来到他身边 连约拿丹都愿意让位给他当皇帝 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 他不怕因为他传位被大卫而导致家宣人亡 不会的 但是问题你会看他有办法 将他人生在非常好的情况下 去霸坏到这样 所以甄妍就说 富足是霸坏这些愚昧人 所以千万你不要想着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很愚昧地 一美求高星 一美求事事顺境 我们一美求财富 一美求权力 但问题 圣经记载 这些高星这些财富 对于愚昧人来说 简直等于是杀手 蘇罗死于非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身为皇帝 担起一个要跨着面子这个责任 到他死 他都用救恩去加换了这个面子 这个面子 你想想在地狱当中值不值一秒钟的坚持 是一秒钟的坚持都不值 是不是 因为在地狱当中他受苦的时候 我看他会秒钟 都希望能够换得回 而实际上你记得这个面子 在他未做皇帝之前 是一点都没有的 但他却将这件事换取他的信仰 换取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跟从 是一件多可悲 是一个多悲情的一个事实 《沙漠伊基》上第三十一章 第六节 这样素罗和他三个的儿子 与那他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既然在神殿里牵手 想在圣经头高 永没推荡 无论我欢喜 躺一里流 为你再会不感叹 只我不会知道 唯独你再会不一世 听我祈祷 神啊你捐练 是我心等到 看你俩道你 正听我心倾诉 神啊是你请求 一夜将我任命尘怀抱 谁将你为我 牵犬孤月鸭河土土 谁将你大爱 擦白头烈爱最深奥 可恨 孤月鸭河土 婚挤